混血 把水伸過來 打開櫃就看到水滴下來 水慢慢往門底的瘟下 剛才我已經抹過幾次 他抹完他的身材出來抹 660多呎的單位位於屯門翠明台 是房協發展價資助出售房屋 2018年開售 驗收的單位是項目最大的開織 業主義455萬買入 車價是6800多元 廠營廳超過15呎 闊度大約10呎 兩邊有對流窗通風 客廳這邊有雙隱瞞 這個單位有個露台 看出去也挺開揚的 不過出去看見露台 旁邊兩塊板都用了一個黑色板的設計 令到感覺有點高速 遮住了景觀 為何會有這樣的設計 因為我看回露台的設計 它天花做了一些隔音的板 另外在這個露台的欄河 我們都見到比較少一點的設計 因為前面都是一個玻璃 還有它是密封的 因為一般的露台 其實都有些隙子 給它做來通風 兩邊就做了一些 有個比較深色的鋼板 其實都是密封 通不了風的 估計這些設計 其實應該都是 給它做一個隔音的設備 主要就是因為外面的位置 你見到它是有一些公路 還有有輕鐵站 比較重的 黑飯廳的中間有一道廚房門分隔 裡面大約是60呎 有U型的工作台面 以三房單位來說 廚房的大小比例適中 但要留意實際的可用空間 因為家樓時下部份家電沒有提供 這個位置 這個空位是給它安裝洗衣機的 但其實現在有些家庭 基本上它可能有時候 它根本不需要在家裡洗衣服 它可能會拿出去洗衣服 這些位置它可能用來做一些 焗壺或擺放其他電器 要留意 因為如果是真的這樣做的話 打開這個櫃門 其實你會見到它是有一個隔氣的 這個隔氣其實就是洗衣機的去水 現在因為它還未安裝的時候 發展商就用一些膠紙封了它 其實你現在打開櫃門 都已經聞到一些味道 如果那個業主真的不安裝的話 就謹記 這個隔氣定期要不就倒入水 要不然就是用一些物料 合適的物料封它 要不然病毒或細菌 就有機會在這個喉管裡走出來 三間房和浴室分佈在走廊的兩邊 更聽的是客廁 手工一般的 多寸流水 我們見到這裡有些水在 當然不可以手多倒一些水 因為我在臨浴間 還有一個灑水測試 大概十多分鐘左右 水它進去瓷磚的後面 然後慢慢死為流 流到下面走出來 這種滲水其實挺難做的 因為其實你現在在裡面看 那些塑膠不是特別有孔 但問題是就算它沒有孔 那些塑膠品都不會有放水 而瓷磚裡面有空位讓水走到 它又不是很多空燈磚 但不是空燈磚 不代表它裡面完全是密砂 英密砂 建議的方法可以先修補掃口的位置 令到瓷磚整體更加密實 暫時不建議重鋪瓷磚 繼續檢查洗手盆和水龍頭再有發現 水龍頭邊滴水下去 打開櫃就見到已經濕了 弄回這個其實也不難的 裝實一點水龍頭 因為有時很多時都是底下膠圈鬆了 或者有些不貼的 裝實它就沒問題了 兩間細房分別四十多呎 都是四四方方 和客廳和主人房的景觀不同 這邊往公屋山景村一帶 荷木交樓的時候 裝有傳統窗口式冷氣 測試冷氣開了大約一個小時 就開始滴水 看到冷氣底的窗台 外面的窗台有水滴下來 我們開窗看看冷氣發生甚麼事 看到摺水盤是在滴水 再看遠一點 摺水盤接著一條軟喉 去回外牆的冷氣水口 但它不是一直斜下去的位置 而是斜到差不多的時候 又屈上去才折下去掉到水口 變成它高的位置 比起摺水盤還要高 所以水在喉上根本去不到 過不到最高的點 就從它滴出來 這個唯一的辦法 就是將去水喉駁回好一點 拉回順去 不要有倒斜 翠平台位於名銀路 屬於單棟樓 供應290個單位 一樓有住客背鎖 設施包括游戲室和休憩室等 管理發現使用面積界 每呎大約3.6 休憩宝 空氣室操作